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2023年5月30日星期二 逢星期二、五或更多時間 都會在這裡跟大家說說比特幣或加密貨幣 如果還未訂閱的你 按一下右下角的鈴鐺 又或者進入我的TG Group 都可以接收到最新的加密貨幣資訊 終於回到香港 我們去了倫敦、邁亞密、台灣 中間還逗留了一天東京 終於回到香港這裡 今天想繼續跟大家跟進一下 關於後日 6月1日即將上馬的香港監管情況 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去看那份 叫做有關適用於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管委員會發牌的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營運者的建議監管規定的 諮詢總結的一份文件 超過二百頁的我看了很久很久 總結了五個我認為大家問得最多的問題 今天想跟大家去講一講 在開始之前先講講其他事情 我去了邁亞密、倫敦、台灣、日本 五月快要完結了 提提大家如果想得到這個Ticker Meter的話 在YouTube這裡有兩個名額 大家繼續踴躍留言 我會看看大家的留言 看看誰的留言最好 送出兩部Ticker Meter給大家 也都會從今天或明天開始 在IG那裡都會開始同一樣的活動 也都是送出Ticker Meter給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立即追蹤我的IG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在Miami的時候 Bitcoin Conference的時候 買了這隻光仔 今天很快就用幾秒 跟大家做個開箱 震控爆撞 這隻東西不知道在哪裡見過 是不是上網見過呢 終於用了四十元美金的價錢 在Bitcoin Conference那裡買了回來 見到它就再次提醒我 對Bitcoin的一個信念的堅持 也都在這裡希望繼續和大家 用最貼的方式和大家講解比特幣 或者加密貨幣 透過投資這件事 去令到大家增加人生的選擇權 今天想和大家講講 香港監管制度的五個FAQ 說這麼快後日就是6月1日 即是說香港監管加密貨幣交易所的一個制度 即將要上馬 中間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今天和大家總結了五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是最需要知道的 首先戴上頭盔 以下都是一些我看完那份文件的一些看法 或者我得到的一些資訊 如果大家要真正得到一些法律意見的話 都是問回你的律師 首先第一個問題 首先什麼叫有排交易所呢 其實上一條片都有提到的 如果一間交易所在6月1日或者之前 已經遞交了這個申請的話 如果這個證監會沒有提出反對的話 去到下年的年中之前 他都當是得到一個暫準牌照的交易所來的 即是說他都當是一間持牌的交易所 另外如果證監會這麼不幸 反對了某間交易所的一個申請的話 這間交易所就要在三個月內 清退去所有香港的用戶 但是就用戶而言 無論你是用一間有排的交易所 或者一間叫做沒有排的交易所的話 就現在的法例來說 都不是犯法的 即是說你現在用的交易所 如果你覺得是穩健的話 可以繼續用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有什麼好處或者不好處 在影片的後端我會再講多一點點的 還有一件事我想大家注意的 就有關這個發牌制度 我認為有些奇怪的交易所 或者有些比較小 或者沒有實力的交易所 有機會會因此而撤出香港 甚至乎突然間倒閉的 如果大家有這些資產 在某一些你覺得不穩陣的交易所的話 就記得快快拿走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是否只是可以專業投資者才可以投資 專業投資者就是界定於資產 有100萬美元以上 就叫做專業投資者 在諮詢的初期我記得 真的有這個想法 但是我看回最新的諮詢文件 證監會就同意 不只是讓專業投資者 投資加密貨幣的 普通的散戶投資者 都可以投資加密貨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是否只可以投資ETH 或者BTC 或者有沒有一個List 究竟可以投資什麼Token 看看諮詢文件 就是暫時沒有一個非常確定的List 有什麼Token可以交易 就是12個月內有往職 又或者獲得一些獨立指數 納入了當中的Token 都可以交易 但是究竟是什麼指數 又或者這些是什麼Token 都沒有提及到 我相信起步的初期 都是靠一些交易所 我自律地提供一些比較有實力的Token 給大家 暫時來說 我看不到 有什麼很確實的指標 給大家見到的 第三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的了 究竟在這些持牌交易所裡 究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可不可以有什麼Promotion 或者Discount 這件事大家應該比較失望 尤其是如果是一些老手 暫時來說 我相信香港這些持牌交易所 不可以做任何Staking 不可以做任何有利息相關的東西 更加不可以做合約 至於一個宣傳方面 絕對不可以藉由宣傳去吸引投資者去做交易 又或者來說 不可以獨立地去宣傳某一隻代幣 即是說 某公司推出了一隻代幣 如果要找某一間交易所去推廣的話 是絕對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這一方面的選擇 可能比較少 說到優惠那方面 我相信暫時只可以 好像一些證券行一樣 有一些開戶的優惠 又或者諮詢文件都寫明 可以是一些費用的優惠 或者一些費用的違背 我相信暫時來說 在這一刻 大家只可以見到這一類型的優惠 好了 第四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 究竟會不會有這個合約的交易 或者衍生產品的交易 答案是沒有的 因為 資訊文件都提到 在開始來說 他相信衍生工具的交易 都會是比較高風險的 所以 暫時就不會提供的 但是 資訊文件都提到 他們都知道這個衍生工具 對於一些專業投資者 或者機構 是一個很有用 或者很需要的工具 他們會適時去再研究這件事 這件事 我希望他們可以快快地 review 因為合約這件事 在世界上都非常非常之流行 最後我認為大家最需要關注的 第五個問題 就是關於穩定幣 他們提到穩定幣 他們認為風險比較高 連這件事的監管 會去到下一個年度 即是二三二四年度 才會正式實施 所以 在這一年裏面 他們覺得 穩定幣的交易 是不應該 納入交易所裏面 即是說 可能大家有機會 看到交易所的交易 有沒有機會全部都是 只會是BTC對HKD 或者BTC對現行的貨幣交易 這件事 我相信都要進一步釐清 因為我覺得 中間有少少不清楚的地方 還有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覺得都會令到大家幾麻煩 以上就是五個 我認為一般投資者 需要知道的一些問題和答案 以下下來 就是我對於監管制度的一些看法 首先 好處方面 我經常都說 適當的監管絕對是好事 政府幫大家去screen 究竟公司是否有實力 究竟Touchwood真的有事的時候 會不會有能力賠錢給大家 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之前FTX出事 現在所有日本FTX的用戶 都可以得到他們的賠償 但是個人意見來說 如果監管太誇張的話 會阻礙到行業的發展 亦都令到地區的發展會減慢 暫時來看 我認為香港的監管都真的幾嚴 希望接下來幾個月 會有所放鬆 又或者會有所進步 首先 普通的投資者 只可以交易這個現貨 不可以有任何其他多疑的動作 甚至乎可能用USDT去交易 都未必得 中間交易的方便程度 可能會這樣削弱 亦都會令到一些想投資的投資者 可能真的要迫著去用一些非法的交易所 因為可以選擇 或者可以做的事實在太少了 我相信或者希望 證監會或者政府都要考慮這一方面 大家要保障投資者的話 亦都希望給投資者多一點的選擇 投資者才會去合規的交易所交易 我們看到其中一個問題 其實之前都有兩間合規的交易所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雖然說之前只可以給一些專業投資者交易 但是可以看到的 就算是一些叫做無牌的交易所 是香港的交易所 如果一些交易所是沒有那麼多功能 或者交易上是沒有那麼方便的話 他們的交易量會很低 又或者根本吸引不到投資者去投資 所以我認為政府都要將這一方面的事情 考慮在內 另外對我也有影響 在6月1日之後 我就不可以再公開跟大家說一些 關於一些沒有持牌交易所的優惠資訊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可以進入我的私人群組 又或者在IG或者TG上 PM我都可以 絕對我就不會做一些犯法的事 當然最後整體來說 我希望香港可以好好發展 這個加密貨幣的交易制度 因為我相信 得加密貨幣者得天下 我希望政府 或者以至整個中央政府 都會知道這個巧妙所在 希望就算我們不引領全球 都不要落後得那麼緊要 喜歡的話 Share Like Comment 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下條片 下條片 再請 と思見 下條片 再請 下條片 下條片 感谢观看